肉都還跟不上他們的速度 才一六煙的時間 他們所有該放的位置 該標記的尺寸呢 都已經標... 天啊沒亮 好了就出門了 呃... 大家已經可以猜到 今天的職業訪談是誰了吧 要這麼早就要起床 OK Let's go 這裡是太陽下的男人 我是Rae 又來到我們職業訪談系列啦 之前阿瑞已經介紹過非常多的公班 前面已經看到阿瑞這麼早起床 相信大家已經知道 今天的職業訪談的公班是什麼了吧 沒錯就是我們的放樣公班 那在工地現場裡面呢 唯獨有一種公班呢 它的穿著跟它所攜帶的配備呢 是跟擺模師傅非常像的 常常會以為他們是做擺模 其實他們是放樣的喔 比較特別一點呢 是放樣公班為什麼都要這麼早上班的原因 是因為大家通常是八點之前就會開始掉料 逛完了隔天要掉料呢 他如果沒有早點來放樣 他會變得不好開線 不好放樣 會有很多阻礙物 所以呢他們很長就是早早就已經出門 六點甚至五點多都已經在工地在施作 還有一點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的工作地方是跳來跳去的 他們有可能一天要跑三到四個地方 話不多說我們開始來介紹他們吧 老闆你這有什麼特別啊 我們這個放樣要寫尺寸 寫在地上給板膜去阻力 這是算莫比啦 那我們這個自己做的 8525 8525 2225 OK 就是這樣 喔 就是這樣 講到放樣公班啦 他絕對是所有公班 第一個進場的公班喔 從一開始的土地見解 獨立基角 法師基礎 甚至是連續必開挖 到複雜的樓梯放樣啊 都會有他們的身影喔 更不用說簡單的 強住兩板的位置啦 如果沒有他們精密測量 放樣出來的位置啊 基本上 樓是怎麼蓋 怎麼歪啊 當然啦 以前人的放樣可能阿瑞不清楚 但是現在有了一些精密測量儀器呢 可以讓他們在放樣的時候能夠更精準喔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垂直水平儀 就是要從一樓打到上面去看 才能確保我們的基準線都是準的 不然到時候真的會蓋出割擊啦喔 好比我們這台TOPCON ES-62啊 他就能詳細的標準準確的位置喔 講到儀器 他們肯定是不只一台的啦 像這個可以自動跟蹤的雷射啊 能夠更有效率喔 甚至一個人就可以操作喔 其實在拍攝的時候 阿瑞一直很想要參與喔 但是由於呢 要跟時間賽跑 他們必須呢 一天要放那麼多場 阿瑞還是乖乖拍攝 不要來拖人家的腳步了啦 這邊我們就可以來觀賞一下 兩個師傅在彈線的時候 有多快了吧 當他們點都彈好的時候 兩點就為一線 哇這個真的是非常的熟悉 非常的速度快 阿瑞在取畫面的時候 有時候都還跟不上他們的速度啊 才一六煙的時間啦 他們所有該放的位置 該標記的尺寸呢 都已經標記好了 實在是太快啦 好啦 那我們來訪問一下陶貝吧 今天一口氣跑了 嚴格來說應該要算三場 miss掉一場 可是今天認識了小陳 小陳哥嗎 是是是是 小陳哥的話他 帶我看到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那個 獨立 那叫什麼 獨立雞腳 他一直在講獨立雞腳 我一直想是那個 滷味那個雞腳 哈哈哈哈 分享一下放樣工班都在做些什麼吧 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有分 室內跟室外 室外的部分就是外部 外部主要就是彈給模板去私座 第一個就是住兩牆 窗戶線 車道線 樓梯線 這樣子 然後這個都是我們主要私座的項目之一 或者是我們以後的室內的隔間線 那就是屬於我們內部 然後粉刷線 窗芯線 有一些都是需要我們來去私座的部分 公司可能各個要求不同 那我們就是達成公司要的東西 不見得每一個功項都是標準的 對 所以其實你們很重要耶 是是是 如果沒有你們的話 真的後面的工班 其實不知道要什麼後續的 就是在蓋房 只有我們棒樣是走在最前頭 從地震開始撤了基地之後 我們就進場 就一直做做做做 做到整個結構體完成了 或許我們就 出場就剩下室內的部分 那我們再來收 對啊你看 可能主結構板膜蓋完 我們已經走了 不知道走去哪裡 儘管有一些很多花台啦 或者是游泳池 也是需要我們棒樣 就我了解是 其實 工項雖有那麼多 但是每一個岸場 他做的內容其實不一樣 看這個類型 可能我們今天只是去放一戶透天 那很多東西 就沒有這麼的複雜了 有沒有曾經放樣失誤的經驗 放樣說都不會做錯 那真的是騙人的 因為你一天可能彈了 上千條線有可能 比如說我們牆壁做歪掉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要打要補 窗戶掃開了一個 那就是我們要切 窗戶會蠻容易露濕掉 蠻容易露濕的 整個窗整個牆都做起來了 怎麼會塗上有窗 那我們現場怎麼會沒有窗 那我們就要去切了 哦 那你會覺得是現場的板膜在搞膩 哦不會啦 因為這個東西 一定有它的證據嘛 因為地上一定會有線 如果沒有線 那就是我們沒有開 如果有線 或許我們是開錯了 我們可能偏位了 10公分也有可能啊 對那我們可能計算尺寸的時候算錯 那我們就偏位了 放樣多久能夠出師呢 三年細溝為是真的是很準的一件事情 我也不懂為什麼 那它可能適用於各行各業 是 那我認為三年出師是很接近的 真的是很接近 它已經可以完全獨立作業了 跟客戶接洽的部分可能沒辦法 那我們現場師作我認為都OK 所以也要三年 我以為就是彈彈線就 了不起一年就翅膀就硬了 就可以獨挑大樑之類的 一年可能是基礎的 就是你可能可以配合上師傅 你可以知道你今天要做什麼準備東西 放樣工班的薪水 你什麼都不會 你一張白紙 你不如你來上班 平均的薪水都在於四萬區間 半季差不多就會接近五萬囉 五萬多五萬了 所以出師就有六萬多 對 出師平均都大概在六萬 想要透過瑞的頻道說些什麼嗎 我覺得不要去把工地想得是很髒很累 那我覺得說在可以改進的範圍 我們大家一起共同去維護這個環境 去把這東西給做好 缺工缺料 在我們這一輩的話 我們可以去改善 那我們是不是 下一代也會更好 是 那我們就是 我們更應該團結起來 對 更應該要去把這個環境給去改善 小聲哥說的改善 這兩個字而已 做好多事情 是是是 改善這也給我壓力大 好啦很高興 大家今天可以認識到我們的放樣工班 那喜歡這一集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